虽然NBA自由市场还没有关闭,但是目前可供选择的球员已经很少很少了,不少球队的薪资空间也是逐渐填满。 毫无疑问下赛季最有竞争力的球队无一还是勇士队,不过勇士队明年夏天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薪资的问题,考薪资虽然530万美元加盟,但是只签约了一年,下赛季离开的可能性很大。 但就是这样,勇士的四位全明星首发,依然占据薪资的绝大部分,如果老板不愿意掏出更多的奢侈税,那么这个组合,势必会被工资冒给插散。 而由于杜兰特EAE的合同,杜兰特也有很大的可能离开,而明年夏天跟杜兰特一起成为自由球员的还有康普森。 根据ESPN的最新预测,明年加盟湖人的全明星球员主要有以下五位,杜兰特、汤普森、巴特勒、欧安、莱奥纳德。 其中杜兰特加盟湖人的概率是3%,是这五位球员中最低的,不过汤普森加盟湖人的概率则是高达15.2%排名第三,当然排名最高的是莱奥纳德,尽管目前他已经被交易到了猛龙。 但是仍被认为很可能在明年夏天跳出合同,成为自由球员,而洛杉矶湖人无疑是其最有可能的夏家,因为今年夏天他上点就与詹姆斯联手了,或许明年是个最好的机会。 戀场 好